腊肠搭配土豆,这个是我们家每年中秋的硬菜 或者是平时来课的时候,每次都会做这道菜 每一次只要有这么一道菜,其他的菜都成了白色 只有这道菜会关盘 首先把土豆的外皮去掉之后,然后分成两半 再把它改刀切成薄片 把土豆片切好之后,准备一盆冷水 把切好的土豆片放冷水中浸泡大概10分钟 把淀粉去掉 在准备过年时剩下的腊肠,然后把腊肠改刀切成薄片 腊肠不要斜刀切,切成圆圈,这样会比较美观 切好之后先放到边上备用 准备一把蒜苗切成小段,放一边备用 起锅烧油,油热之后放大蒜炒出香味 然后把腊肠放进来 把腊肠给它炒一下,炒个一两分钟 腊肠炒到有点卷起来之后 然后再把土豆片放进来 然后给它翻炒均匀,翻炒个大概几分钟左右 差不多之后就开始调味,放两勺的生抽 再来一勺蚝油 再来一勺食人盐 然后再给它翻炒均匀 花真的太香了,看着非常的有食欲 最后翻把蒜苗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胡豆和腊肠这样做真的是下酒又下饭 这个是我们家每年中秋节的硬菜 非常的解馋,喜欢的可以试一下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,我们下期见